飞熊视频最快最全游戏视频APP 看赛事追逐播无广告 记得起登录APP 就送话费流量QB 快来参加吧 全程高清没有广告 还可以直接参加抽奖 赢取游戏周边话费 还有QB 还有机会一起去迪士尼乐园 好了 那我们也是感谢本期的白龙五岁 提供非常精彩的一局战斗 那么想要投稿的朋友呢 左下方有文文的投稿邮箱 大家可以把录像文件及战绩截图 打包发到文文的投稿邮箱 那就可以了 然后看这次的话 它是用的是10级的日系的航母白龙 对面的话是MG的 攻合哇大脑级的人物啊 攻合在对面 然后组的是新登堡加哈巴罗夫斯克 那么新登堡的话 就可以说是一个防空型的 然后呢还可以输出 然后哈巴罗斯克属于抓驱逐啊 这个套路也是比较 比较狠啊 我们这的话是白龙 德梅因新登堡 这个还要脏 为什么就是打 新登堡可以打驱逐德梅因的卡山 做防空 而且像这张图的话 德梅因如果是卡在这个山后 或者是这个山后面啊 那么这两个位置一卡以后 那么A点的话 一个防空能力就会非常非常强 再加上新登堡的话 这个就是强到不行了 对一线优势很大 他们这边也是在聊天沟通 白龙的话先是起了三组的鱼类机 二二三三的白龙 我一直觉得像这种啊玩白龙的玩家玩的好的 DPM操作是非常非常强的 玩就像我说的米勒一样 四二的话操作性真的是非常强的 对面的也是啊 新登堡过来卡点 还有多莫斯科鱼类机过来 大家互做防空嘛对不对 对面好像是起了一组的鱼类机 这个应该是空啊 应该不算空仔 战斗机过来 那像这样的话 他们的航母的话应该鱼类机 有鱼类机应该是往C点那边去做视野了 大家就是护缸而已 鱼类机的话过来继续找 这是制空的一波优势 我们这里得名新登堡啊 在这边做防空 而且的话外线我们的藏王很聪明啊 哇潘大大风本啊 像是熊猫的 那么在这边如果有视野的话 这新登板会比起的比较伤 对面的导峰之间被点亮了 这一波是可以投 然后呢 战斗机开始护摇 而且的话应该是 杨具是效果不错啊 这的话再一波鼻底 我这波鼻底会有点伤 这波鼻底的话还好啊 并不是很伤大家护摇 这的话鱼类机准备是头导峰 导峰的话优势会很明显 头导峰的话 看怎么投 哇我们这边是弹药已经用完了 这边护摇 大家应该是互相消磨弹药 那这的话不知道 对面的那个莫斯科是 没有帮导峰是 没有帮导峰是开防空 所以说吃了一颗 然后再来一波交叉火力 还是一颗 跟你说拜拜漂亮 哇 大家看有时候驱逐啊 群羊剑真的有时候要帮驱逐 真的是要开防空啊 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事情 真的是很容易出事情 那么这样的话战斗全都护摇 然后呢对面的话 公和这里也是在摇导峰 但是导峰这里往右转 减速右转兄弟 传统一颗不吃压掉了 好的 哇这个差 这个航母之间啊 差 真的是啊 有时候的话投鱼雷这一波 那应该是前面应该看下来 一波是散的 一波是密集型的 应该是莫斯科也是帮忙 开了一波雷达 同样是有莫斯科加导峰啊 我们这边的话 效果就会明显很多 这的话轰炸机过来 应该是想要炸这个北卡了 因为要绕啊 这的话 而且新登堡这里的话 A点应该是帮他起了一波烟 哈巴罗夫斯科打配合 但是这一波盲雷 应该哈巴罗夫斯科应该是中不了 但是的话导峰这里要出事件 导峰要加速往前走啊 哈巴罗夫斯科输出 新登堡这里的话 加速出来也是要抓导峰了 那导峰的话一波雷 往哈巴罗夫斯科正脸上去投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哈巴罗斯科 按理说啊 应该是要吃一颗雷啊 应按理说如果是倒船的话 很有可能吃雷 加速的话还有可能会躲 但是不加速的话可能要吃雷 德梅因新登堡 德梅因这里开雷达 新登堡出来应该是可以做输出 但是后面有个门蛋拿啊 哈巴罗斯科是往山后躲了 直接是把雷躲开了 这个新登堡还是在被点亮当中 所以说你看这些轰炸机的话 这种啊就是要去抓 落单的战略剑啊 这个效果会很明显 战斗机的话直接往笔点去 现在大家点还没拿下来 对面就跟哈巴罗夫斯科了 那么我们驱逐拿点的效果会比较好 这的话直接一投 哦呦中三颗 直接是中三颗 而且很聪明你看到没有 这个操作细节 只扔了一波轰炸机 另外一波没有人 另外一波没有人轰炸机 然后如果说北卡如果是 直接是损管交掉的话 我们这波还可以再投 那这个还是有弹的 但是莫斯科的话 这个距离有点近啊 呃这个会被打得有一点伤 但是导锋这波雷 北卡会不会吃 这个距离有点远啊 应该不会吃 但是把北卡的话 两处着火运气不好的话 应该是直接要烧死了 6000多 5800战斗机的话是在笔点这边 直接还是继续咬 那直接把空仔的咬掉 那么战斗机大家互点 北卡的话 还3000多 2600 两处火 1900 应该要带走了 我们想看着他来跟他说一句话 什么呢 就是给你所拜拜 哎呦26点血 好大漂亮 直接带走了 对面的莫斯科 两个外线的话 我们这里正面的话 两个门大拿 输出位非常非常的强 这些主力部队全在这边输出 对面哈巴罗斯克是为了站点 直接是把A点拿下来 其实哈巴罗斯克 如果是在外线这边输出 要比拿点好用很多 虽然说前面是有一个导锋在这边 对吧 但他们应该是打得更 呃激进一点 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其实我们白龙应该可以往前开啊 跟着大部队可以往前怼一会儿 导锋的话还是甩一波雷 哎呦 哈巴罗斯克这一波盲雷 导锋要走了 24K全爷们 但这一波雷的话 新登堡要吃啊 新登堡无论怎么转 这一波雷肯定肯定是要吃 无论他怎么转 他如果加速外切 还有可能躲鱼雷 对的 但是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家的 新登堡的话还在输出哈巴罗夫斯克 看看新登堡 菊花吃了一颗啊 菊花再吃一颗 爽啊 还有一万八 这的话鱼雷机准备是强投了 一定要把这个新登堡带走 战斗机过来 轰炸机 鱼雷机 这一波直接投新登堡啊 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 开始猛投了 开始狂投 来 一波投下来 这的话是要进水 应该是目测会吃一颗 两颗 吃一颗 两颗有没有进水 好 达三颗 该你说拜拜 哇 这个开了一个防空以后 这个交叉雷还是要屌啊 而且他还不大好转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的轰炸机再过来 前面二戒有个戏 他是很脏的一个 就是说两个轰炸机 先扔 同样是非 对吧 扔扔一波以后 直接往回撤 其实还有轰炸机是没扔过的 哇 这个套路好深啊 这个套路好深啊 还有一个是空仔的鱼雷机 鱼雷机还没有出来 问题不大 这的话被咬着 但是的话另外一个能不能把蒙大拿 哦呦 吃了三颗没着火 应该是全部砸中了正中心啊 但是这个蒙大拿的话 八千多点血这一处火 后面大部队已经是往前压上了 一开始是杀驱逐对吧 但是我们家的一个导锋死了以后啊 另外一个导锋好像是 副一 我们一个导锋干掉一个自己人吗 应该是在C点吧 C点应该是把我们北卡弄死了 对 差不多是这个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的话 只要我们大部队抱团啊 那还是有优势的 那么现在的话 其实啊 这个情况下 其实对航母来说 这个点位打起来是会很难很难 因为暴风雨以后啊 就说当你点亮的时候 你是 要往外拉 然后呢 再直接拉下来 再直接拉回来 对吧 这个时候才能输出 这边的话是有一个驱逐舰 应该哈巴罗夫斯克在这里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啊 航母的飞机的话 别人是很难是去针对的 那这里的话 只要是有点亮就可以 红炸机这一波 哇 这条线 好粗啊 全部都过来了 呼 这里的话 一个新登堡 新登堡可以收 新登堡的话 七千多点血 战斗机过来 墙头 墙头看脸了 头一颗 好的 中了两发 着火 不知道新登堡有没有损管 一触着火 新登堡没损管 好的 这里的话 一波是把战斗机咬过去 准备要是投了 投哈巴罗夫斯克 这里的话 一波timing 看能不能抓得住 一波投下来 但是哈巴罗夫斯克没有转向 他要吃雷了 哈巴罗斯应该吃一颗 正宗吃一颗 好的 继续围着打 战斗机过来 但是他不知道哪个是空仔 哪个是有弹 对吧 这个就很难 他正好咬到空仔的那一个了 而且这句话是可以盲雷 这个哈巴罗夫斯克 哇 这一波的距离是有点近啊 但是虽然被战斗机咬着 有雷就扔 对的 另外一波 还有 载人 有机会 哈罗斯克应该是在倒船 那就盲雷 他这位置漂亮 盲雷 该你说 拜拜 直接带走了 我叫哈巴罗如果是倒船的话 其实还有机会啊 但如果是停船停在那边 估计是停不下来 其实当队友战斗机过来的时候 可以加速往前走了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比躲烟里要豪躲很多 那么这个新登堡的话 还是有点残 但是的话 我们的轰炸机应该是过来了 那么大家的话 水战 233的话 再就护咬嘛 咬完以后 除非有BD能打优势出来 要不然的话 很难 而我们加到这里的话 寻阳 这个寻阳应该走的稍微靠前一点 他准备直接是凸脸去了 哦 这里的话 我们队友在这里散播鱼雷机 应该是做了些什么 但是的话 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这个笔点的新登堡的话 我们这里帮忙去做视野 这里应该是点亮 大家在护刚 那么这里文文完全看不到 大家可以发挥你的意识 对吧 歪歪一下 这里的话 大家有个山 从这边和这边 大家护刚 然后呢 对面的新登堡开始内切 转过来 对 我们家的新登堡被点亮了 应该是往这里兄弟 对 往这里飞 给个视野 哦 这是莫斯科 对 新登堡已经死了 我想起来了 莫斯科这里的话 直接投 好的 一触着火 莫斯科是把损管交掉了 那这个位置的话 新登堡一轮侧翼 可以把莫斯科打很上 而且莫斯科并没有鱼雷 新登堡的话 直接要凸脸 再来 投一波 哦 莫斯科这还着火的 中了两颗 还在火熊熊燃烧 17000的一个血量 我们家这个莫斯科 其实加速上去就可以了 再来投一颗 哦 一颗也中啊 对莫斯科瞬间被打残 还有一万多点血 新登堡这里的话 和他护钢 这些炮弹是完全看不到 而且我们飞机走了以后啊 视野这边没有了 鱼雷机过来 对面的战略剑也来了 对面还剩一个北卡 一个大河 应该是这一艘大河吧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大河 或者说北卡也有可能啊 看鱼雷机过来 因为这里是完全看不到的 好的 莫斯科是被我们收掉了 但是新登堡遇到大河的话 就会很难打很难打 他就是想办法要凸脸 然后甩鱼雷 一轮炮以后要马上甩鱼雷 要不然的话是很难打 除非要想办法 哇 还有四千点血 兄弟啊 这个就难打了 下一轮大河的话 一轮主炮 随便怎么打 肯定是把抽掉 原来是个北卡 新登堡死前能不能甩鱼雷呢 哇 我这边看不到 他有没有把鱼雷甩出来 但是哦 水战这边咬上来了 这边就投他脸了嘛 不要管了 对啊 有什么就往直接脸上投啊 有多少投多少 这的话目测是两颗可以中 一颗 两颗 剩下的话 突脸 莫斯科能不能甩雷 莫斯科能甩雷的话 这个北卡直接能收掉 哇 我们家新登堡是被秒杀 但莫斯科吃雷 漂亮 赶紧说 拜拜 哇 好惨烈啊 最后还是4v3 虽然说我们这边是进攻 但是也是付出了一个 惨痛的一个代价 对面的航母也是在疯狂的输出 这就比谁杀的快 而且对面的500多分的话 我们现在不把炮剑全收掉的话 是拿不了点的 但是我们家这个队友这里的话 鱼雷 哇 也被收掉了 哇 现在就是2v2的战斗了 其实一开始打的还是 蛮有优势的 对面还剩一个新登堡 我们这里有一个萌大拿 那么想办法战斗机的话 是要去守着门大拿 我觉得是最好的 对吧 白龙直接往B点去站 你看现在的话 这B点是这个标志 好好看 C点是这样 B点是这个标志 这个是什么意思 对面的新登堡 我们已经是点亮了 那么 门大拿现在是完全打不到 这个的话 这个新登堡还是要去弄它 这个新登堡一定要想办法弄它 而且我们的白龙机库啊 现在在互相互拼的一个情况下 机库已经剩不多了 只剩三组鱼雷机了 其他啥都不剩了 哇 大腰子的话 8公里不到啊 门大拿打不到啊 而且现在我们其实没有轰炸机了 最后的6分钟啊 好胶着啊 航母的护司 而且对面的话轰炸机配 对面的配置还不 东西还不少啊 对吧 还在打飞机 那么这里的话一波打完 应该轰炸机也是没有了 我们这里的话想要强投新登堡 新登堡要撞杀 对 这波timing 而且的话战斗机全部都是要轰炸去了 鱼雷机这是一波机会 看看能不能把新登堡投下去 对 强投这一波新登堡 3万多是可以秒杀的 有机会 5号机主 再来投一波 哦 新登堡的话目测要吃4颗 哇 才吃了两颗 哇 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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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过来 吃几颗 一颗两颗 有机会吃三颗 他外切 一颗 两颗 赶紧说拜拜 新登堡死吧 哇漂亮 这样就赢了 对吧 这个的话白龙把笔点拿完赞C点 这个就妥妥了 哇 这三组鱼雷机把新登堡收掉 真的是 讲道理啊 绝对讲技术啊 这个头不死 他的话 只不定要被新登堡弄死 真的 哇 现在的话 真白龙 这个真的是 打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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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是玩得好 其实 怎么说呢 他输出能力啊 是很到位 在选择目标性上面 我觉得他选择是不错 但是工田这边的话 我是为了配合队友 打输出会更多一些 但是 我觉得新登堡也好 哈巴罗夫斯克也好 就说 对面 其实输得我 不应该全怪 队友 对吧 但是我觉得 在分析局势 我们做解说 我们客观分析局势来说的话 我觉得哈巴罗斯克其实应该可以做更多的一些事情 这的话我们是没有战斗机了 哇 蒙大纳要贵了 这一波投下去 蒙大纳要贵了 但是的话 我们把三点全拿 还是有机会的 蒙大纳坚持住 宝宝坚持住 不要死 这看上去到现在还没死 哇 外切吃满 这 这 蒙大纳不要死 还是四分钟 讲分数的时候 停船内切 对吧 其实蒙大纳内切啊 也许躲鱼类还是不错的 对面的话 哇 编队还有轰炸机 我们这边就去找航母了 看 在蒙大纳没死之前 我们能不能把航母作为一个点亮 然后蒙大纳来做输出 哇 蒙大纳还没死 对 其实这个时候 蒙大纳应该干嘛 应该是往白龙这个方向开 对吧 寻求防控的一个掩护 我们这边去找他们家的航母 白龙在哪里 白龙应该是在角落里吧 我们把小地图缩小一点 不要挡视野 白龙应该就在这个位置了 讲道理啊 不在 那应该是在北边吗 应该往北边开了 说明对面白龙也是往C点来 但是的话 我们分数啊 三分钟啊 只要蒙大纳不死 哦 又蒙大纳1500多点血 只要围着白龙就可以了 哇 这边的话 其实现在分数还是焦灼啊 很难说 哦 对面的白龙血残了 哇 白龙的血不多 那么 他这点血量的话 基本上吃两颗鱼雷就要死了 一万多 对 两颗鱼雷 闭着眼睛往前投 管你是防空还是战斗机 对的 这个就闭着眼睛投了 有多少 投多少 哇 一波比例打掉很多 但是我们看看鱼雷 这一颗这一颗有机会 白龙要死 看看鱼雷 哇 跟你说拜拜 nice 哇 这一波很精彩啊 这个白龙局的话 真的是打得非常非常强 虽然说16万 3000多只有经验 但是七杀 这个实至名归 我觉得 这波白龙发挥的优势 真的是发挥的非常的不错 真的发挥的非常非常的好 好了 那也是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拜拜